从恋爱走向婚姻 它是一个刮手递落 水到渠成的过程 它是逼不得吹不得的 你今年也只有26岁 而且更让我疑惑的是 这位女生 她在物质上没有任何的要求 而男生偏偏要创造物质条件 然后来满足她 我们看到女生 似乎有点咄咄逼人 甚至有点无理取闹 但我们能读到 你内心的这一种缺乏安全感 即使你比我们谁都明白 你为什么要逼她 除了爱她 你也怕失去她对吧 对 男生刚才口口声声说 你和前女友一刀两断 但是三年的聊天记录 等到现女友发现以后才删除 爱情当中我认为 最忌讳的是有一件事情 幻想着两个人的未来 却都惦记着对方的过去 很显然 你惦记着男友的过去 而男友呢 他也牢记着自己的过去 你和前女友断了我信 但是在情感上 在内心有没有彻底 但你比谁都明白 如果他逼迫当中走进了婚姻 你们的婚姻是存在着风险的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 你的某林两可换不来他的认同 他会更加地多多别人 所以我认为今天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场合和平台 说说清楚 如果说他犹豫那就分手 分手可能对双方也是一种解脱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包红兄 你看你俩的状态一上来 这边都炸了锅了 那边稳如泰山 是 就是那个拳头砸在棉花上 特别让人可恨 他可能只是用语言表达 和他那种情绪 会让大家觉得这个女孩是疯了 但你知道他生气的那个点是 你没有回应 什么时候去 不知道 你再等我一年 一年 结婚要做准备的 首先咱们为了结婚 要先去见双方的家长 提亲也好 拍婚纱照也好 订酒席也好 订婚纱礼服也好 一系列的事情 都是奔着这个结婚去的 我们有这些行动和准备 是证明你要娶她的 而不是一个字娶 所以对你来说 你压根就不想娶 你就别说娶 你告诉我 一年之后就结婚 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开始订酒店了 你有这方面的行动和准备吗 压根就没有 所以就不要告诉她说我要娶你 姑娘 就是你现在 把自己逼成一个什么境地啊 就是你说结婚跟买衣服似的 你让结婚这件本来很神圣的事 变得一点都不神圣了 然后人家也不把这个当回事了 反正我就是现在 你让我结 我结不了 你让我做准备 我也准备 准备不了 你就是要一时间嘛 我给你时间 而且你真的想嫁给她吗 她就明天跟你说 走 咱俩领证据 你去吗 我去啊 你去啊 我去啊 你对自己太不负责任了吧 一个忘不了前女友的人 你跟她结婚啊 你这人生的意义就在于 嫁给她 是吗 你明明知道她不想娶你 你明明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你就在跟自己较劲 你较的这个劲儿是 好胜心和不甘心 你觉得拿自己一生的幸福 去较这个劲儿 最后你较赢了 你赢的是什么 你赢了这个劲儿了 你输了你自己的一辈子 值吗 所以你想清楚 想明白这个问题 喜欢是喜欢 真的爱吗 你如果真的爱她 你天天把一个男人逼成这样 你不心疼吗 好 想想我说的话啊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好 谢谢莎娜老师 我想聊一下 关于成年人的情绪控制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